而在台八斷交之后 蔡政府两岸政策被质疑 该重新来检讨 而绿营县市首长 也对两岸政策纷纷表态 像是台南市长赖清德的 亲中爱台论 还有桃源市长郑文燦 也说出了何中爱台 因此却认为蔡英文两岸政策 应该有所调整 往中间来靠拢 蔡不会加速两岸的对立局面 台南市长赖清德 先是在议会咨询上 表达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接着又在访美的时候 说九二共事不是问题 一股两制才是问题 被说是最强把架弯 台八断交之后 蔡政府对外受挫 对内自家的县市首长 也纷纷对两岸政策表态 从赖清德的亲中爱台 台北市长柯文哲 理念则是有中 两岸一家亲总比一家酬好 而郑文燦也说 要何中爱台 接着林家龙背询的时候也表态 不论是亲中何中还是反中 都要先直中 大家都会说 地方首长 县市长跟两岸关系有什么关系 在台湾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现在因为路客不来 民间最辛苦了 六都首长有这样的一个什么选票的压力的时候 他知道不能再像蔡英文蔡总统那样 跟大陆进行对抗的 六都首长纷纷响应 有中何中之中 蔡政府就像面临了内忧外患 两岸政策是否该重新检讨也备受讨论 伸手不打 那么两岸关系稍微和缓一点 毕竟正当亲中爱台论 让总统府七上八下的同时 柯文哲又拿到了双城论坛的门票 陆方批蔡阳科 在蔡政府外交受挫之际 两岸政策又划上了红色线 欢迎新闻严俊强陈宇荣 正好报道